那穿模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子的 首先这个模穿到里面这个三个爪是同样伸出来的 这个三个爪是受力平衡的这样子的 都是伸出来夹紧 夹紧穿模首先从这里过来 过来搂过这根杆 从这根杆转过来 转过来到这边的两根轴之间穿过去 这根杆是不应管它的 这根杆是不应管它的 从这根杆穿过去 穿到这边 从这边拉过来 拉过来到这边摆臂 这个叫摆臂 从这根杆的上面 再转到这根杆的右边过来 就是一个S型 一个S型转过来 转到这上面 这一个成型器的 转到成型器 这个是一个拉墨 拉墨轴和一个风墨的 就是首先你把这个打开 打开模 两边捏住 把它放在里面 再把它合上 这个磨就可以了 就是两边是一样的 右边是打开 穿磨的时候把它打开 穿上去之后 再把它合上 这个就夹住了 这个磨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就像这个磨就这样的那样 可以过来 这个磨就把这种衣服 那才一样